第107集 风是从西边往东边刮的 火苗也是顺着风势蔓延过去 从山上看下去就像是一条长长的火龙 蜿蜒曲折 也像是一条金色的波浪朝着那边荡去 最后观察一阵之后 我就发现了问题 那些火苗好像是追着猴子跑的 哪儿的猴子多 火苗就往哪儿钻 这更奇怪的是 大火经过的地方除了猴子之外 其他动物完好如猪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火只针对猴子 因为事先来的时候 我就戴上了蜡烛 所以赶忙拿出蜡烛测试 结果是存在摇集的 只是火焰摇曳的幅度 并不是很剧烈 摇气不太重而已 小王见我点着个白蜡烛 就问我要干啥 这说森林立刻不敢点火 一小心发生了更大火灾 我笑笑 说没事 随后就把蜡烛吹灭了 随后我就继续观察着火石 心想 如果这真是吆火 那一会儿消防队来了能有用吗 那如果扑不灭的话 这火一直烧到镇子边缘 那得烧死多少猴子呀 而后又经过仔细观察 我发现在火石最猛烈的地方 火苗呈现出一个若隐若现的形象 看起来似乎是一张女人的脸 我赶紧让他们几个看了看 问那火苗说像不像女人的脸 他们看完之后也纷纷说像 那张脸就好比是一张大嘴 汹涌地朝着猴子最多的地方扑摇而去 端得是恐怖 后来消防队赶到 就蜂涌冲到前线 与火焰进行斗争 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是 这火居然并不像我想的那样难以扑灭 反而很容易 没过多长时间 火石就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了 后来 我越想 越觉得那个火焰形状奇怪 就问了小王 说这森林里死过人吗 小王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 愣了一下 说 死的还不少 在后山 每年好多人都去那探险 总有人莫名其妙地死亡或失踪 那女人呢 我继续问 女人 女人也有啊 对了 去年差不多在这个时候 猴山发生一件事 猴子强奸了一个女游客 还给搞死了 之后就很少有女游客 赶到深山里来了 听小王说完 我的心中有种猜测 这个火焰很可能 是那女人死后的鬼魂作祟 可这猜回猜 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也不敢这么下结论 所以我就问了问小王 知不知道这个女人的资料 小王说呀 只知道是个大学生 家里挺困的 叫啥不记得 然后他就问 怎么对这个感兴趣 我说没什么就是问问 但心里已经开始打算 一会儿啊 等着火灾事情处理完 我就去到这个女孩家里 问问情况 看看能不能寻到一些线索 大约中午时分 火灾也将尽数扑灭 我也跟小王他们暂时告别出了猴山 后来经过问人 到达花园村也找到了那个死者的家属 死者一家姓黄 女儿啊 就暂且叫他小黄吧 父母为黄父黄母 为了怕引起二老的不满 我就扯了个黄 说我是小黄的大学同学 想来看看他 黄父黄母自然也就没什么疑心了 就带着我去了坟头 试个孤坟 在山后面一个小土丘上 假装做完祭拜之后 我就随着二老下了山了 等他们一走 我这才又悄悄地溜回坟头 然后拿出蜡烛测试 果然有邀请 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 周围又荒芜人烟的 所以我有点心虚 就从背包里拿出书 让生上变了回来 生上一出的并不像全那样 会自由奔跑来施放心里的逼去的 而是很冷静地盯着坟头 脸上看不出啥表情来 很平静 我问生上 这儿有问题吗 生上没搭理我 而是围着坟头转了几个圈 随后看了看我 点点头 这一下 我算是确定 这儿百分之百的有问题 我算是一个冰 replace 这里 我认为不含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